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叫做爱你所学 乐你所适 等待无悔 不知远回 重新定位 要成为你的谁 不知不觉 已怎么多远 在台湾的民众来说 那女性更不用讲了 女性现在大概有八成三的病人 全部都是被写的 女性多于男性的可能性 接触上面是不是 有人就会想说是不是厨房有烟 那另外一点就是 现在大概最行为就是皮革点 空污问题 然后她为了要闪 她就是 她要闪那个丢过来的棒子 然后她就一闪 然后大概闪得太用力 然后就整个就扭到 我们自己现在还是比较推 就是说看是不是要 病患能不能要去做一个 所谓的低剂量电脑断层 她就是强调低剂量三个字 她其实可以用比较少的辐射线 然后去完成这样的检查 毕竟电脑断层可以筛检到的综合 实际上是只要0.2公分以上 几乎都可以看到 如果可以的话 我大概都会建议病患是 蔬菜水果要多多摄取 尤其是有比较有所谓的 抗氧化的一些这种成分的 例如维生素液啦 或是有些像说萝卜素等等 血红素等等 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生的管道吗 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 却无人倾诉吗 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的想法 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 闹便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 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 赶紧拍摄影片 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 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 还有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 闹便风向的YP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 各位朋友Now 变风向 赶紧就来变